126 浙江日報 嘉興電力 特循湖電保平安 2015年7月22日今日嘉興20通訊員任街郡審誕評本報信號《大的雨》 7月9日 國網浙江電力 嘉興紅船 共產黨員服務隊的雨為名和督林榮光來到嘉興市秀州區 黃江京鎮大霸村的圍區自動化閘站旁 一場傾盤大雨從天而降 黃江京鎮作為嘉興地勢較低的地區 眼看著梅雨季節還未過去 颱風橙紅又來勢洶洶 河道內的水位不斷上升 更是超過了境界水位 這不禁讓村民想起前年非特過境時水沒到腰的情境 為了保障村民們在颱風期間的基本生活用電和村莊排勞機板的正常運轉 嘉興紅船黨員服務隊提前準備 科學看牌 深入村莊 走進田頭 對區域外的公用電設備開展了得慎 並對發現的隱患點及時消缺 大霸村自下港台區的排勞站就是與為名和督林榮金天排查的第一站 這兩人在一起工作超過20年 工作上的默契程度 做好防水防潮的準備 如果有前年那樣水盡到家旅來的情況 就馬上切斷家旅的電源開關 緊防足電啊 話音會剛落 一位大霸村村民氣喘虛虛地從遠處跑來 我家門口的樹長得非常高 如果颱風來的話 估計就要碰到電線了 你們快來幫我們想想辦法 與為名和督林榮一聽 立即前往該村民的家門口查看 果不其然 向張樹巨大的枝芽已經伸到了上方的電線旁 與為名和督林榮立馬從工具車上拿下了梯子與電具 知 不一會兒 幾斤散發著淡淡香將肉香味的枝芽散落一地 再進行簡單的處理後 與為名和督林榮拿起工具 在村民的感謝聲中趕往下一個點進行特巡 學習的概念 我們要再訂 villageeau道 fusion 其實就很容易短在士翼的時空講 就證明尺你好歹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